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加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《亮剑》中,有一个被大家熟知的铁三角,它是由丁伟、李云龙和孔杰组成的。 李云龙不用说了,本身就是电视剧的主角,能力也好,运气也罢,都是顶挖挖。 然而这三个人中,却有一个人是被严重低估了,因为他外表看起来太老实,这个人就是孔杰。 孔杰带领着独立团,在近西北艰苦的条件下,依然生龙活虎,早在李云龙加入独立团之前,他的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六里,就被称为独立团中的警力。 当李云龙接替孔杰成为团长时,团内的战士们全都表示不干了,因为在他们心里只有孔杰才是团长,这也足以证明他在战士们心中是有很高的地位,也说明他带领带领。 后来图匪谢宝庆打劫处林飞部队的物资,痛巧遇到了孔杰和他的部队,谢宝庆丢下粮食就跑,可见孔杰在当地的威慑里还不省。 紧接着孔杰感慨于谢宝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讲义起的故事,打算将他们收编。 谁知收编工作都准备就绪了,李云龙却因为警卫被杰二郎家杀害,要出兵剿灭系同学。 康战胜利后,孔杰又率领部队参与了解放战争、朝鲜战争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斗,还有这优秀的战术指挥能力,可以说实力绝不比李云龙上。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,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,当了四十八年皇帝,三十年都不上朝。 结果专家打开灵幕后,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